地球漫长的生命演化时尚是否存在过史前文明? 考虑到人类的出现不过几百万年,现在的名字正是仅几千年的时间。 在地球45亿年的漫长历史里,有那么几个史前文明在人类出现之前出来驻驻性,似乎也并不是没有可能。 但遗憾的是,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地球演化历史,以及地层里遗留的化石痕迹, 地球上应该真的不曾出现过,像我们一样的智慧文明,但还是有科学家不甘心。 他们盯上了5600万年前,恐龙灭绝,以千万年后那段特殊的时期。 这段时期被称为古兴式石仙式极乐事件,在短时间内地球温度保障了5到8摄氏度,并保持这一温度长达17万年之久。 有科学家认为这一事件和现在的情况极为相似,已是在150年内全球体温升到了5到8度。 2014年,犹太大学研究论文,二是巨量碳注入了陆地生物圈,海洋和大气系统,相当于人类或确实未来燃烧化石燃料所采放的总碳量。 总科学地之于地球物理研究所,三是海洋酸化及海底碳酸盐大范围溶解。 那么恐龙灭绝后的一千万年里,究竟是不是演化出了一个和我们类似的古文明? 因为工业革命导致地球变短,走上了我们可能极加走上的穷途末路呢? 从科学上来说,这几乎没有可能。 不过,美贼哥达的太空研究所,迹象学家,达瓦施密特,和罗浙斯特大学天体物理学家,亚达弗兰克探讨了。 如果这一文明存在,我们该如何寻找它们存在证据的问题,并在国际天体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它们的成果。 我,施密特和弗兰克认为,现代文明的发展,可以让我们在地层中留下丰富的印记,许多遗迹可能在数百万年内就会消失,但仍有一些会保持数千万年甚至上一年的时间,比如,蛋白在农界中的广泛使用,可让未来文明在地层里找到这样的特征。 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,同样刻在地层中发现丰富的稀土元素,塑料颗粒会在海底沉积下来,形成一层显而易见的地质特征。 另外,燃烧化石燃料,也会使地层里的碳同位素比例发生变化。 当然,我们对5600万年前地质情况的研究,似乎并未发现类似证据,来支持一个古文明的存在。 但两位科学家也认为,如果这些古文明的工业活动时间太过短暂,我们也可能无法在地层里发现这些特征。 换句话说,如果你不可以去寻找它,你就根本不可能看到它,所以我们还可以去寻找更多的证据。 其实,我有一个最好的设想,可以证明并不存在这样的古文明,连更早之前的恐龙,都留下了那么多古蛤和脚印的化石遗迹。 古文明怎么可能不留下我们今天能发现的倒量化石呢? 即使有一千人来念诀了,数千万年后,又诞生了一个新的文明。 他们当然会在古老的地层里发现我们曾经拥有的辉煌时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